女人正瞄准一名男子 但奇怪的是 她竟然提前打电话通知对方 仿佛正在进行一场猫鼠游戏 似乎全然不知 在另一个角落 也有人正瞄准了自己 下一刻 女人一枪命中男子 紧接着 另一名杀手也开枪 然而她却只命中了假人 并且被瞬间爆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更奇怪的是 女人完成猎杀之后 不仅丝毫不慌 甚至还主动打电话 给那名男子同事 她究竟想干什么 女人叫做沙弥拉 是一名职业杀手 而她作案之后 联系的男子名叫尼格 是一名资深探长 两人原本不会产生交集 但是在不久之前 沙弥拉接到上司安排的任务 要求她当晚前往某处夜总会 杀掉里面所有人 这看似只是一个 普通的杀戮任务 却不曾想 那一夜 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与此同时 探长尼格那边 视频开头被枪杀的男子名叫杰克斯 是她的搭档 但在不久之前 两人执行某次抓捕任务过程中 无幸被嫌疑人可可击伤 好在尼格用枪如神 驾车逃亡的可可 被骑一枪命中 车子失控当即发生策犯 然而 对方可是亡命之徒 肯定不会就这样束手就擒 尼格当即和对方 在繁华街道上 展开一场刺激的追逐大戏 伴随着人群的尖叫以及枪声 可可趁机绑架了一名人质 但外国民风彪悍 女人一个肘击顺利逃离 见到尼格还在不断逼近 可可只能重新绑架一名儿童 只不过他根本没料到 尼格没有丝毫犹豫 一枪将自己击毙 视角再一次回到沙弥拉这边 为了晚上的任务 他来到一家制衣店 看着老板手上的伤 想起当初制服那凶手的场景 对付那种恶徒 只需要最原始的语言就足够了 最后 再敲碎恶徒手指 让他也感同身受一番 为此老者还非常好奇 那个恶徒最近居然不来了 沙弥拉没有多说什么 转而挑选自己晚上行动的衣服 当天晚上 沙弥拉化好精致妆容 穿过烦恼的大厅 静止来到目标房间 守卫当即对他进行检查 但并没有发现什么 进入之后 沙弥拉仔细观察一番 确定各个目标所处的位置 就在这时 一名白毛主动过来接近沙弥拉 他们之间有交易约定 沙弥拉假意答应 并让对方驱散平民 而台上歌手 却不知在发送的何种消息 此时 沙弥拉已经开始热舞 白毛被迷得神魂颠倒 全然没有发现 对方从背带里面 掏出一把组装武士刀 并且当即对白毛进行四连批 旁边一名小弟 率先反应过来 刚准备逃离 就被沙弥拉一个滑铲 搭配淡淡的忧伤 当场失去行动能力 但他的倒霉经历还没有结束 沙弥拉将那人当作肉盾 完全阻挡其他几人的射击 而他则趁机瞬间将几人击毙 就在这时 吧台后面钻出一名小弟 准备偷袭沙弥拉 但他当场发现 然后一个小李飞刀扎死 只不过失去了手中利人 面对接下来的几名小弟 沙弥拉明显有些力不从心 还好他的项链也不一般 能够在紧急情况当作勾抓使用 这才一击毙命 夺过对方手中枪械 一枪击毙躲在后面准备偷袭的白毛 然而打爆瓶子的冲击波 让那名女歌手摔倒 更不巧的是 因为头部受创 他失明了 见到这种情况 沙弥拉也是心生同情 于是放弃下手 任务结束后 沙弥拉如同往常那样 去教堂为死者忏悔 然而这时 上司纷纷却突然出现 他十分不满沙弥拉放了那名女人 要求他必须将其处理 另一边 老黑尼格击毙了犯人 却被两名上司质问 问他当时为何不顾人质的安危 尼格却认为对方已经枪击了警察 显然处于疯狂状态 自己必须立刻制止目标 随后 根本不管上司的态度 静止离开了办公室 然而他刚出门 就遇上了国际刑警西德尼 对方是为了调查可可案件而来 根据遗留的耳机发现 其中放着一段未公布的音乐 而这首旋律 来自叶总会受伤女歌手 然而奇怪的是 那天晚上 凶手用武士刀杀死四人 随后枪杀一人 尼格认为这太离谱了 守卫莫非都看不到那把武士刀吗 而且凶手就这么明晃晃地带着刀离开 不过另一边的莎弥拉 可没时间给他解答 此时 他已经伪装成美国大使馆人员 成功骗过守卫 来到女歌手詹妮弗的病房 直接将毒药 加到对方输液袋中 然后就准备离开 詹妮弗却请求他 联系自己的母亲 冷血的杀手 竟然被几句话所感化 立即冲上去关停输液开关 也就是在这时 当中调查可可和叶总会的案子 莎弥拉第一次和他有了交集 见到对方来调查叶总会的案子 他当即选择旁听 而此时 病床上的詹妮弗全然不知 一把枪已经对准自己 不过还好 他并没有说什么杀手线索 莎弥拉这才放弃当场杀掉詹妮弗 然而护士突然走进来 发现输液开关被关闭 当即将其再次打开 眼见对方就要避命 莎弥拉假装不小心碰到输液甲 这才让詹妮弗幸免于难 他和尼格结伴离开医院 两名常年刀尖舔血的家伙 此时都装起了文职乖宝宝 一通电话打断了两人交谈 尼格得知 美国大使馆根本没有对方的名字 反映情况不对 他立刻追了上去 然而对方却早已不见了踪影 与此同时 芬恩去见了自己的上级戈贝尔 对方声称 手里有个大项目 足足7500万美金的海洛英 如果成功出手 至少价值3亿 然而 供货商沙特王子却出了点问题 沙特王子着急赶回国内 而处理此事的就是尼格探长 这样一来 尼格就成了戈贝尔的眼中钉 而此时 尼格正在酒店调查沙特王子 在不久之前 王子的飞机紧急迫降法国 但不知为何 有一批人假装海关 强行闯上飞机 拿走了大堆的海洛英 而尼格就是为这起抢劫案件而来 他拿出一些人的照片让王子指认 并不断询问王子 被抢走的是什么 但对方并不打算回答 然而尼格却步步紧逼 最终 王子以离场打断这次的谈话 这些怪异的反应 让尼格有了些许猜测 视角再次回到沙弥拉这边 芬恩和她再次会面 先是给沙弥拉介绍新成员智脉 随后开始质问她 为何没能杀掉詹妮弗 沙弥拉表示 行动时有警长在现场阻碍 而且那个女孩并无任何威胁 听到这些辩解 芬恩猜测出 其实沙弥拉已经动情了 于是 她开始讲述 最开始发现沙弥拉时候的情况 希望她能够明白 这些年来 正是因为沙弥拉冷血无情 出手果断 才一直被围以重任 如果她不愿意 芬恩表示 自己会派其他人出手的 然后沙弥拉就看到 周围一辆黑车突然离开 她当即离开芬恩 在路上随手抢一辆摩托车 一路横冲直撞 最终从居民楼穿过追上黑车 直接抢过方向盘 让黑车当即视控偏离 随后沙弥拉驾车扬长而去 她已经彻底和芬恩撕破脸皮 之后又将遭遇怎样的危机 只不过现在 她已经伪装成护士 潜入詹妮芙房间当中 告诉她现在的危险 准备将詹妮芙带走 征得对方同意之后 沙弥拉打晕外面的警卫 推着詹妮芙开始逃亡 就在这时 芬恩派来的两名杀手紧随而来 他们对着周围人群无差别射杀 而这也惊动了 来探望搭档的尼格 三方势力瞬间在医院内交换 一时间 到处都是枪声和尖叫声 场面无比混乱 然而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 沙弥拉和尼格都来到了配要室 两人立刻拔枪相对 气氛此时紧张到了极点 稍有一动就会擦枪走火 然而在这时 那两名杀手 好巧不巧同时出现在两人背后 更神奇的是 他们竟然都选择相信对方 同时开枪 干掉了两名杀手 最后 虽然两人再次相对 但沙弥拉还剩下一颗子弹 而老黑弹夹已经清空 无奈被对方打晕 但沙弥拉并未痛下杀手 之后 他将詹妮弗带回自己家中 细心地照顾对方 不知究竟是出于愧疚还是其他 然而此时 戈贝尔那边 就不是这种岁月静好了 他因为那批海洛因来找王子 却得知 对方根本不打算处理烂摊子 只想着回国找自己父亲 暴怒的戈贝尔 当即来了一招猴子摘头 对方的保镖当即起身 却被戈贝尔用参叉连戳术下 如果不是分恩及时阻止 恐怕戈贝尔会在大庭广众下杀了他 然而此时 戈贝尔已经彻底报名 他命令分恩出动沙弥拉 立即解决掉沙特王子 而此时的沙弥拉全然不知 一场针对自己的阴谋 已经悄然来袭 他通过和詹妮弗交流得知 对方是不久之前 从美国来这里的 遇上的第一个好心人就是可可 他不仅愿意支持自己的音乐梦 还给了詹妮弗大批量的现金 听到这个名字 沙弥拉才意识到 自己当时的任务 关键目标就是詹妮弗 通过逼问对方 沙弥拉了解到 就在不久之前 可可参与抢劫了一架飞机 里面藏满了海洛英 后来这批火 就被放在某个仓库里 而詹妮弗 当时就藏在角落当中 并在后来 从内部为可可偷走了所有海洛英 并听从某人指使 藏在了监狱的一辆货车中 这一刻 沙弥拉特别想弥补自己之前的错误 他将詹妮弗带到教堂当中 强迫对方唱歌 沙弥拉究竟想做什么 随着歌声响起 他又放弃了杀掉詹妮弗 实在让人难以捉摸 不久之后 芬文来到教堂 沙弥拉谎称已经解决詹妮弗 对方表面上看似相信 但走时的咆哮 却出卖了芬文内心真实的想法 为什么沙弥拉要如此保护这个女孩 后来通过两人交谈得知 詹妮弗非常像她死去的妹妹 现在所做的一切 或许都是在弥补当初的愧疚 另一边 警局的老黑尼格 因为再次和上司争执 于是愤而离场 将所有的愤怒 转化为工作动力 很快调查到 当时假扮美国大使馆的女人 在夜总会案发时 正好出入其中 而且还非常喜欢某一处外卖 经常前去订餐 因此 老黑直接去蹲守 很快就将沙弥拉连人带饭抓捕 尼格通过与对方的交流 得知了她所处的生活 渐渐地能够理解沙弥拉 并同样开始玩起甜字游戏 不知不觉间 两人的关系就拉近了许多 尼格也开始分享自己的故事 早年间 她是一名卧底 在与某个毒贩交易的时候 不幸被对方发现 这时候 距离支援过来还有断距离 尼格问沙弥拉 如果是她该如何脱困 两人异口同声说出 问对方鞋子尺码多大 最后 毒贩被这个问题 搞得摸不着头脑 然而神奇的是 开枪的并非搭档 而是一个神秘人 尼格猜测 当时就是沙弥拉救了自己 对方对此并未表示否认 反而告诉尼格 可以带她去找藏起来的詹妮弗 老黑信了沙弥拉的话 但在前往过程中 沙弥拉悄悄打开手铐 瞬间击倒身边警察 利用广告部急速下滑 逃离现场 另一边 戈贝尔迟迟没能等到王子的死刑 立刻找来纷纷质问 全然没想到 对方竟然派出质卖 暗杀了自己 临死前 戈贝尔才知道 竟然是纷纷指使人偷走那屁股 与此同时 沙弥拉回到家中 发现这里一片狼藉 詹妮弗也莫名失踪 根据监控回放 她了解到 竟然有人闯入自己家中 然而厄运并不止降临到她身上 另一边的老黑 在回警局的时候 恰好撞破同事参与海洛因分赃 当即遭到对方追击 她想要模仿沙弥拉急速下滑逃离 却因手滑重重摔落在地 不过尼格还是艰难逃脱 视角再次回到沙弥拉这边 她当即怀疑是芬恩指使的 因此找到对方问清楚 然而芬恩却表示 自己想帮她重回以前的冷静 沙弥拉听到这里 告诉芬恩自己要退出组织 对方见到她趋意已决 于是告诉沙弥拉 只要杀掉尼格就能退出 就这样 她来到芬恩提供的狙击地点 不久之后 尼格果然出现在视线当中 然而奇怪的是 老黑的搭档杰克斯也来到现场 沙弥拉当即意识到不对劲 很快 另一栋房子当中 致麦也做好狙击准备 只要沙弥拉射杀尼格 她就会迅速杀人灭口 一切仿佛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然而在这时 杰克斯的电话忽然响起 电话竟然是沙弥拉打来的 她当即点破杰克斯叛徒的身份 并且要求把电话交给尼格 被抓住把柄的杰克斯只好照走 却没料到 自己还是在劫难逃 另一边的智麦听到枪声 立刻对沙弥拉的位置射击 谁承想 那居然是一个假人 而真正的沙弥拉 早就瞄准了自己 因此在下一刻 智麦被一枪爆头 随后 沙弥拉通过电话告诉尼格 杰克斯是叛徒 并且分恩现在要杀了她 听到这个消息 尼格当即选择相信沙弥拉 之后两人从杰克斯口中 得知了那批海洛因的具体位置 老黑出于多年情义 将他扔到医院门口 自己则和沙弥拉两人 迅速赶往仓库 干净利落击杀两名守卫 成功见到那一货车海洛因 随后尼格利用种族天赋 成功盗走车辆 随后沙弥拉用这一车祸 做谈判筹码 要挟分恩放詹妮弗 就这样 沙弥拉和分恩 再次相聚于教堂 只不过两人从同伴变成了敌人 外面也被分恩手下团团包围 沙弥拉用枪指着对方脑袋 分恩也拿出自己准备的视频 互相确认了筹码 才能开始交易 只见突然间 分恩抱起发难 沙弥拉瞬间将其击倒 但他真正的任务 是救出外面的詹妮弗 他和守卫的战斗一触即发 混乱当中 詹妮弗不幸中枪 然而更糟糕的是 还有源源不断的杀手赶来 即使沙弥拉枪法再精准 也无法处理如此多的敌人 就在这时 尼格开车闯了进来 对着那些杀手就是一阵扫射 其中一员 更是当场被自己守卫炸死 但敌人仿佛根本杀不完 又有一名杀手 驾驶摩托车追了上来 不过好在有惊无险 然而那辆满载海洛因的货车 却被芬恩几人缴获 但他们根本没想到 那只不过是一个陷阱 随着尼格按下按钮 剧烈的爆炸 瞬间吞噬了货车 杀弥拉几人 趁机逃进教堂当中 迅速扫清里面埋伏的杀手 却不料这时 芬恩和手下再度赶来 对着两人就是一阵扫射 四人瞬间爆发激烈的战斗 不过芬恩似乎有些疏于锻炼 竟然被尼格稳稳压制 只能用扣眼珠子这种手法反击 反观沙弥拉那边 两人格斗技巧精湛 朝朝直奔命门 一时间可谓是险象还生 如果不是周围手下帮忙 芬恩怕是早就被尼格解决了 然而就在这时 沙弥拉那边决出了圣语 这时 他也发现尼格陷入烈势 立刻上前帮忙 迅速将一名手下击倒 夺过手枪直接一招天女丧花 包括芬恩在内 几乎所有敌人都被命中 然而突然的偷袭 将沙弥拉手枪打落 和她交战的那个女杀手竟然还没死 沙弥拉只好先将她解决 再处理芬恩 只不过 对付一个身受重伤的手下败将 沙弥拉显得游刃有余 利用格斗术将其双臂脱臼 随后直接拧断女杀手脖子 彻底结束了对方的性命 但这时 再次一遍突生 芬恩竟然用枪偷袭沙弥拉 面对如此危险情况 她说出了那句暗号 询问对方穿多大马的鞋子 尼格听到这句话 当即明白沙弥拉的意思 将手枪直接扔给对方 就这样 刚才还尽战上风的芬恩 被沙弥拉一枪击毙 不知是神迹还是死前幻想 詹妮弗竟然恢复了视觉 故事的最后 沙弥拉放弃了杀手生活 尼格不仅升职加薪 甚至获得了国家奖章 但她却拒绝了这一切 就在这时 尼格接到了沙弥拉的电话 得知对方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 就像那天自由戏 最后一个单词重生 影片至此结束 蝶血双雄是今年最新上映的影片 改编重拍自香港同名电影 在网络上 人们反响平平 认为吴宇森自杂招牌该吸引了 但以我本人的感觉来说 这部影片相比于过去的港版 有一些大胆创新 其中例如大女主的人设 完美体现出了女性独立自强的形象 对当年港片的致敬 典型的就是广告部急速下滑镜头 教堂和白鸽 总的来说 这是一部合格的片子 至于与当年的经典相比究竟如何 就只能交给各位评论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你们的点赞评论和关注 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